错度 小时候 我最喜欢去我的小姑妈家 因为到小姑妈家后 就能吃上一顿饱饭 小姑爷在向为党校当活老官 做得一手好菜 我去哪 他总会给我搞点粉蒸肉之类的菜 让我开开荤 打打牙鸡 到回家的时候了 小姑妈总是要把广缓的全票钱 塞在我的上衣口袋里 用扣针扣上 然后拍拍几下口袋说 好了 走吧 下周再来哦 我感觉到姑妈姑爷很疼我的 我虽骨瘦如柴 唇不包尺的 但五官端正 演员是同龄 姑爷说 这玩儿 只要加钱点营养 长点点肉起来 今后一定很乖 每到星期天 我就想到小姑妈家去 当然 那是不可能的 爸妈没离以前 我要读书 食屎 打猪草 爸妈离以后 我要读书 做饭 带弟弟 没时间 小姑妈家 其实我一年 也去不了几次 小姑妈是我爸爸的小姐姐 自幽 因家道中诺 被爷爷送去给桃园县城 一罗信人家当铜养兮 只听别人叫她罗八姐 可能这就是她的名字吧 小姑妈很记恨这段人生经历 不理解爷爷奶奶 为什么偏要把她送去 去给了别人 我父亲与她的小姐姐 感情很好 一致没断联系 特别是文革时期 她给予了我父亲 精神和物质上 不小的帮助 父亲隔段时间 就会带我和弟弟 去看望小姑妈 回来时 还大包小包的 带些姑妈自制的 坛子菜回家 有酱萝卜 干豆角 坛子盐菜 干北瓜皮等 我好高兴 爸爸也好高兴 那久违的笑容 会在这个时候绽放 小姑妈家 住在桃园县城 原江上段的 北岸第一边上 家旁边是一个酒厂 还有一座很高的 过江高压县的铁塔 不远取是很有名气的 桃园师范学校 在顺水往下走 就是观音项 中医院 中担就是县委会 县政府了 再往下走 就到了县城牧丹去的县人民医院呢 圈过医院前面的大堤 就是原江上的桃园港 港口热闹非凡 各种本船 临次之笔 绵延瘦公里 中心部位 当然就是科运码头和人斗码头了 跑周时的客船 与打对火的人斗 可能是双胞胎吧 长得一模一样 听说经常有人搭错船 脑乌龙 特别是小孩 和那些托儿代女的妈妈 不过七尺男儿 也有走神的时候 原江到达桃园县城以后 就变得宽广了 河中央的州也多了起来 桃园到州市 可谓州州相连 简直就是两条河并行 风水季节 河水高涨 河水极流至下 河床静默 河床宽度 足有两公里 枯水季节 清流走中线 河床线底 退水会退出一些大大小小的水潭 引来各种水鸟 猎手猎脚 猫不在裸露的卵石上 或者浅水中 深怕弄出响动 下走水中的雨虾儿 敏锐的目光 盯着水面 尖尖的嘴尖 惦记着潭中之物 我的家 居在县城下游的 周四棕林八堆 也在原江北岸 居小姑妈家 走水路 约22公里 走公路 约24公里 小时候去桃园 我们只有两种选择 一是坐轮泉 利流而上 至县城码头起坡 全票比车票便宜很多 一张全票 月三毛钱 一张车票要一块多钱 二是走路 原江滴西去 19公里 就到县城 再走三公里左右 才能到达小姑妈家 走路节约 不花钱 但还提时的我 总感觉 这点点路程 怎么就总也走不完呢 小姑妈虽远 没读过多少书 但通勤达理 深得邻里门的好评 经常帮左邻右舍 调解矛盾 纳持讲得头头实道 对我不啰嗦 他总叮嘱我两句话 好好都说 别走错路了 他把眉头 脸颊和嘴唇上 印着一道 深深的奏纹 我至今 我至今依然 后面 牵着他的一脚脚 装下矮子 偶尔也能逃票 有一次 从桃园港码头 坐船回周市 船自江心 才知道 坐错了船 这条船 是打对活的 人斗船 怎么办 手里赚着 小姑妈给的船票钱 若是白花了一张 逗活船前 那今天 只能走回周市了 不行 那会走死 我灵机一动 等船 快靠岸时 我就钻进了 全尾的厕所里去了 全靠岸时 船员们都忙着 拴满旋 黄蹦撞 招呼行人 上下船 没人注意到我 我曾经 又坐回来了 成功逃过一劫 赶快上岸 找到了回周市的船码头 心中掉着的胆 才落定呢 其实啊 不是我怎么怎么会逃票 而是 那时的大人 根本没想到 这么小的屁孩 怎么这样坏 爸爸知道后说 儿子 今后的路还很长 可不能搭错船哦 我是懂非懂 其实我也不想 不是没钱吗 走在慢慢的人生路上 我逐渐懂得了 没钱 不是搭错船的借口 有船 并不是走错路的理由 我逐渡